北半球进入冬秋季以来 甲型H1N1流感第二波疫情正汹涌的袭来 那么全球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急剧上升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一周统计数字显示 截止到10月18号 全球因为甲瘤死亡的病例已经达到了4999例 比前一周增加了264例 而其中大部分死亡病例都出现在每周 如果加上18号以后的死亡病例人数 目前全球因为甲瘤死亡的患者已经突破了5000人 白宫24号的声明说 这份公告将简化有关行政手续 为医疗部门应对甲型H1N1流感的迅速蔓延提供便利 公告将允许医疗照顾医疗救助和其他联邦医疗保险计划 在甲型H1N1流感病例激增的特殊情况下 放宽规定简化手续及时为患者提供治疗 声明援引奥巴马的话说 此举的目的是确保美国的医疗保健设施 能够迅速实施甲型H1N1流感应急计划 声明还说 美国应对甲型H1N1流感的基本国策 是在个人企业和政府等各个层面 做好充分准备 增强整体应对能力 在这一消息公布的同时 美国政府官员24号强调 宣布美国进入甲型流感紧急状态 只是一项预防性政策 并不是针对特定疫情而做出的反应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24号美国白宫发表的声明 美国总统奥巴马23号晚上的签署公告 宣布美国进入甲流全国紧急状态 而就在此前一天的美国的病例控制和预防中心说 甲流在美国迅速蔓延 截止到今年的4月份以来 已经造成1000多人死亡 2万多人住院 预计感染的人数将超过百万人 那么目前美国甲流已经造成这么多人的死亡 2万多人住院 感染人数要超过百万人 因为对医院的防控措施不满意 所以医护人员暴露于甲流传染之下 超过16000多名的美国加州护士 约定在本月的30号要发动罢工 如今美国将防控升级为国家紧急状态 是否意味着甲流防控和治疗的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呢 我们来听听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的首席专家曾光的分析 他美国总统采取这个紧急状态 完全是为了抢救危重病人制定的 而不是为了中断他流行制定的 他也不会采取中国过去采取的那些措施 因为他这个规定的话 他过去的这个传统的规定 对这大规模救治医疗病人的话 是不利的 他没有能力的话迅速通过立法的方式 通过改变规定的方式 改变这些很复杂的这个医疗系统的规定 他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只有一个能力干嘛 通过总统进入急状态来改变这个现状 所以我觉得他从头到尾 他的东西我 有来得到 看这个